台面上一只红色生物游来游去 但这可不是锦鲤鱼 也不是其他鱼种而是 没错象征富贵的红龙 竟然出现在台面 难道是来报喜吗 原来这里是南投路骨的麒麟潭 难得画面引发讨论 放眼望去 台面露出抽水马达 提供作物灌溉 尤其全台大缺水 麒麟潭却丝毫不受干旱影响 仍处于水深六公尺的满水位状态 像是日月潭 许多水库都快见底了 不过麒麟潭水位虽然有些许下降 但13公顷的水皮 蓄水量60万公噸 水量仍有齐全 这么久没有下雨 但是我们这边水量保持得还不错 很多游客还是觉得很惊艳 这些早期我们放下去的银鸟都还很小 尊贵的红龙鱼大多在水族生活 这回却出现在麒麟潭 恐怕是遭人气养 但也意外发现 麒麟潭满水位的罕见画面 记者曾伟祥 杨阳静王百英南出赛访报导